进入职场行伤课堂 来 请听题 领导提拔能力差的同事 却把难的工作安排给你 但同时给你涨工资 是何意图 这个事情应该是 可能领导要重用你的时候 就应该到了 然后因为能够给你涨工资 肯定能够 其实钱是能够决定一个 能力的标准 应该是这样 那他为什么要提拔能力差的同事 提拔能力差的 第一个看有没有群态关系 第二个有没有什么 其他的一些方式 应该是这种 做这道题的时候 你没有思考过一个 很重要的问题吗 就是真正的管理是什么 管理一定不是 透过自己拿结果 而是透过别人拿结果 所以我觉得在这一趴当中 就是失落 因为我没有看到 您在这道题上 对在团队能力的展现 反正会过分地自信了有点 那解读这个题 根本把这个题 没有做根本的判断 我们讲职场经常指的是 你怎么判断领导的意图 他的问题非常清楚 领导的意图是什么 那么你知道提拔和掌心 是激励人才的手段之一 我给一个人提拔 给一个人掌心 两个人都激励了 但是为什么提拔那个人 做团队的主管 就是他能够领导别人 你作为没有提拔你 你就会想歪了说 没提拔我 领导肯定是 第一看着我 第二领导可能提拔他亲戚 提拔了其他人 我觉得没有领导力的一个表现 就是说为什么提拔能力差的同事 首先这个能力差 是你的主观评价 有可能是错误的 如果说客观上它就能力差 那有其他的考虑 我直接给补充几个建议 第一个就是换位思考 一定要知道有目标明确的 第二个叫资源交换 你无数次的说 你要到企业里学习东西 那我为什么要培养你 但是如果你换一个想法 你不去做高管 你做一个地方的渠道商 我相信你的过去的创业经历 资源都能被用起来 你可以跟其他人说 如果你们想在当地 有一个渠道商的话 我可以做 我有这样的经验 所以执掌讲资源交换 20岁可能就是拼做事的体力 30岁的时候拼能力 40岁的时候就要拼资源 所以你在40岁的年纪 你踏入一个跟20岁人 拼的一个状态 这个是策略上的不对的 说白了 其实你还是适合回到你的老家 去做点小事 就别做那种大的事 做点小事 然后把一件小事做成功 做个小商人 不也挺好的吗 要那么大干什么 来 第二轮选择徐后领 其实你还是适合回到你的老家 去做点小事 就别做那种大的事 做点小事 然后把一件小事做成功 做个小商人 不也挺好的吗 要那么大干什么 来 第二轮选择徐后领 好 谢谢 谢谢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